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13章 《创世纪》第13章 第一节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 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 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 就是从前直达帐篷的地方 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 他有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命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 牛群羊群帐篷 那地容不下他们 因为他们的财务甚多 使他们不能同居 当时加拿人和比利息人在那地居住 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 你我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 因为我们是骨肉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 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罗德局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 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 那地在耶和华 未灭 苏多玛和俄马拉 一些如同耶和华的原子 也向埃及地 于是罗德选择 约旦河的全平原 往东 前移 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里 渐渐挪移帐篷 直到索尔都玛 索尔都玛人在耶和华面前 最大恶极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说在的地方 你局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说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我也要视你的后裔 如同地上的尘杀 那样多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杀 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 来到西伯伦蔓利的像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我们看这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接续《创世纪》十二章 所以亚伯兰他在到了迦南之后 遇到了几个人